在图说翻墙2中呢,我和您分享了Shadow Sox 这款代理客户的软件是非常优秀的,但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没有筛选功能,所有的请求全部通过代理 这样当我们访问国内的网络资源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特别是对速度的影响是很大的 现在呢我就和您分享一款客户的软件 Shadow Sox 2 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功能方面来讲,它比Shadow Sox更完善也更强大 同时它也是免费的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Shadow Sox 2 也就是在Windows环境下,在安卓环境下和在iOS环境下 我们先来看在Windows的环境下 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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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在Github上面发布的所有的应用 Windows下的应用呢 我们选择这个ShadowSoxer C-Shop 也就是这个 我们点击进去 在这里有last lastest release 也就是最近的 最近的发布包 我们点击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它最最新的版本呢 是4.9.0 这个就是它的发布包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点击这个连接 开始下载了 下载完成 我们打开所在的文件夹 把这个压缩包写下一下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文件夹里呢 有两个EXE文件 一个是 一个是 您可以根据您机器具体的情况 选择执行哪一个 我的机器上安装的是 Dirnet 4.0 所以说我就来执行这个 4.0的EXE文件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ShadowShox 2 已经启动了 我们现在需要找到 可以使用的代理服务器 我们访问一下 Free Access 我们得打开 首先打开SkyZip 我们选择一台代理服务器 点击它的二维码 打开 打开 ShadowShox 2 右键单击它 选择二维码扫描 确定 我们先关掉SkyZip 然后访问一下YouTube 好 已经可以访问了 说明我们的翻墙已经成功了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国内的网站 比如我们访问一下百度 打开的也非常迅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ShadowShox 2 它的配置 在它的配置里面呢 有一个代理规则 有一个绕过局域网和大陆 也就是当我们访问的 地址呢 是局域网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地址的话 它就不使用代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安卓系统下 我们该怎么使用ShadowShox 2 我们先访问 ShadowShox 2 它的下载地址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Android 这个就是安卓的下载地址 我们点击它 我们看到这个页面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怎么办呢 很好办 我们在它的地址 我们回到地址栏的位置 我们回到地址栏的位置 在它的后边呢 加上一个Releases 也就是加上一个Releases 就是在它的地址栏的后边 加上一个斜杠 一个Releases 好 我们再回车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ShadowShox 2 它的发布版本了 这个呢 就是它的最新版本 3.5.4的Alpha版本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下载的应用包 它是一个APK文件 我们下载一下 好的下载完了 我们把下载到的这个APK文件复制到 安卓手机的根本录下 我们在安卓手机的手机端进行操作 打开文件管理 本地内部存储 找到ShadowShox 2 Android 3.5.4 APK 选择它 这时候呢 它会提示你 有安全风险 这时候呢 选择我已经充分了解了该风险 继续安装 把这个锁平清理应用 关掉 然后点击完成 这时候呢 我们的SS22 就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启动它 我们打开SS22之后呢 进入它的主设置界面 我们单击这里 我们单击这里 可以进入服务器的设置 我们点击这里 打开了服务器的这个设置界面 这个按钮 可以用来进行服务器的性能测试 这个可以用来进行分享 点击扫描二维码呢 可以扫描服务器的二维码 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桌面的那个应用是一样的 我们扫描完箱子配置之后呢 就可以回到主界面 在主界面里面呢 这个小的纸飞机 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连接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服务器的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们打开手机 打开Chrome 访问YouTube 好的 现在YouTube已经可以访问了 好 说明我们的翻墙已经成功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IOS环境下怎么使用SSRR 我们首先呢 要进入App Store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App Store使用的这个App ID 必须是一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App ID 所以说呢 大家首先需要获得一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App ID 进到这个App Store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Search 点击Search之后呢 在这个Search的输入框 输入ShadowSocks2 在程序的列表里我们找到这个NetShuttle 然后进行安装 然后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它 启动了之后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扫描二维码 我们点击这里进行扫描二维码 扫描完服务器二维码之后呢 它会自动把服务器信息填写进去 扫描完二维码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连接VPN VPN连接成功之后呢 在这里会显示一个VPN的这种图标 好 连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访问了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输入YouTube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访问了 这就是在iOS上面怎么去配置 SSR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能够帮到您的话 请您为我点个赞 也希望您能够把它分享出去 谢谢您的观看 祝您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我可以感谢您的观感